好這個題目呢 他要問的是壽命的長短順序 那我們要看壽命 就看這個電池 它流過的電流多不多 流過電流越多 它的壽命就越短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假設這邊電池電池都是 1伏特 那這邊總共2伏特 那這邊有一個電阻 兩個電阻 三個電阻 每一個燈泡都當作一個電阻 所以總共 3歐姆 OK 所以這個電流 他就是 V除以R 那就是 3分之2 安培 OK 那如果是他呢 他的話這個電壓是 1伏特 那另外也1伏特 所以總電壓還是1伏特 但是呢這個地方的總電阻 他是並聯 那並聯的話 總共是3分之1歐姆 所以他的電流 我們算出來 就是 好 1除以3分之1 3 安培 OK 那再來就是 呃 他的 這個 餅 餅的話呢 他就會 只會流過 這樣 OK 他只會流過 這樣 那只會流過這樣 好 那 這個時候這個燈泡跟這個燈泡 他不會流過 所以 1伏特 1歐姆 所以他就是1安培 所以呢 誰 消耗的 時間最短 誰消耗的時間最短 這個消耗最快 所以他的時間最短 OK 他電流最大 那第二名 就是 這個丙 那 第三名呢 就是甲 甲 因為電流最少 他的時間最長 所以呢 甲 大於丙 大於乙 答案就是 B